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姑娘 这天实在冷得厉害 别着凉了 小桃 给姑娘加件斗篷 姑娘瞧什么呢 房楼居然起灯了 听说是齐国公夫妇命名挂的 祈福 姑娘 都说小桃也是万千宠爱一生 除了父母 还有其他人念着她 暗入山上许 角若云真远 可爱不出位 不出位 如今不用担心 肯定没有问题的啊 怎么还不出位 你还没开门呢你死了 我吃个鸣开门 我去找鸣嘛 你得破例陪我去上樊楼吃酒 父亲 父亲 公圆冷不冷吗 你家人已经等了多少脑塞了 你还在那说什么话的 赶快过来吧 二哥来了 爹爹 娘 靠得怎么样啊 乔布 姐姐 我来 我来 我怎么样啊 哥哥 肯定能高中照眼 谁和我呢 你这几天累坏了 我倒是 回去你要一定得给你好好补补 怎么样 回车回车 学究猜中了 才考了三天 到时候有三圈 那考题和你平时温习的 差距大不大 我跟你说话呢 父亲 您让我先穿口气 我跟他龟壳一样的房子里 闷了三日了 我得好好偷偷吃 好好好 偷偷去 走吧 上车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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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什么了 这么开心 三日没见到母亲了 思念得好 就不要回家了吗 我不知不觉就高兴你 你这嘴啊 越发得甜了 这笔太用力了 出格了 你心中有事要破 写不好的 歇歇吧 我能写好 你心里挂着小公爷的榜 怎么能写得好 你 你 你 我 我 我没有 我活了这一把岁数 好歹这点事情是看得出来的 大靠前夕 小公爷打着拜谢盛家的旗号 来送礼 实则只是为了叫人送东西给你 这不是秃着头上的狮子 明摆着的吗 你是我心头上的肉 我自然是想 你能得世上最好的姻缘 齐元弱 仍是好的 家世也好 只是家世太好 父母严俊 你若过去 齐一 未必能登正时 齐二 就算登了正时 也是遭罪的日子 这节 你要想清楚了 平年郡主 心高气傲 展望远大 齐大非欧 孙女都明白 就是有些难受 大娘子啊出门急 不留神摔了个跟头扭上了脚 正嚷着要请王忠呢 王在那儿 看不看的都是那样的名次 老太太说的是你 主君说就让五姐儿看一趟算了 可大娘子说什么都要亲自去 正嚷嚷着呢 好 明儿 你陪你五姐姐去一趟 官家不便出门 要派宣服使 你就是我的宣服使 代替祖母给孙儿看榜 名正言顺 谢谢宣服 谢谢宣服 长白兄 其实 人肉哥哥家是如此鲜喝 也不必非要科考才有前程 不是前程的问题 小工业为这场科考 活力许多年 又没中 爱情很难过 这有什么好难过的 到时候请旨 求个阴关就是了 的 给两位妹妹道歉吧 你原肉哥哥不必伤心 没有几个人一次就告证的 你有好些人家 考到七老八十还在考呢 我没事的 刘妹妹 我们好久没见面了 你可还好吗 我好啊 你很好 我也居久没见袁柔哥哥了 哥哥怎么不问问我好怕 你满面红光 声音红亮 一看就很行 用不着问 小工业 科举艰难 世人皆知 下一科再考 一定能中 你真的愿意 愿意相信我还能考中吗 我相信你 小工业 你才华卓然 我姐姐最清楚了 我们都知道 是 是 你 你别气馁 妹妹折发 我一定牢牢记住 下次科考 我一定要考中 那我先过来 我先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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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自己过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